各位先生好 我是雷文Candy 跟大家說說馬場花生 關於那隻叫做紅衣聖神的馬 這隻馬認真成績就厲害了 但是不覺不覺這隻馬就已經來到七歲了 羅富全六爺日前透露到 他說今季很大機會 就是這兩屆的香港短途錦標民主 紅衣聖神的最後服役的一季 跑完今季就可能會退役 今早即是六號那天 羅富全哥哥接受訪問波麥的時候 表示會考慮將這隻馬季後 就會安排他退役 紅衣都要披下身體那裏 紅衣聖神將於星期日 八號跑沙田 就跑四場的一班千二草地賽 六爺就打咪表示 他說雖然這一匹兩項一級賽冠軍 冠軍馬已經連戒了七歲了 但是幸運的就是 他說這隻馬仍然都保持穩定的水準那裏 根本就沒有明顯的退化 他說由於這隻紅衣聖神 評分太高嘛 需要整天在級賽那裏 各族這樣說 他說其實他現在的狀態 當然一定不及之前年輕的時候的高峰期 各位男人都明白的 年輕的時候當然是坑坑聲的 現在都去到七歲了 如果用九的角度去計算 七七就四十九 五條東西那裏 他說恨好表現都算穩定 如果五條東西表現都穩定的話 認真都算不錯 各位男友記 他說這隻馬上季 在四月二十八號這隻紅衣聖神 因為肩膀受傷而退出賽事 加上這隻紅衣聖神年紀都越來越大 所以他都考慮他安排今季之後就會退役 他說這隻馬很大機會 那個計劃就是在四月五號 今天就三月 今次賽事就三月八 今天計劃一下四月五號的舉行那隻 12米的二級賽香港短途錦標 即是計劃在四月五號 或者是四月二十六號舉行的 12米一級賽主席短途錦標之後呢 就會退役了 即是很大機會各族呢 這兩場賽事或者是其中的一場 這隻紅衣聖神 今天三月八號又出賽啦 四月五或者四月二十六號 要是出多一場 要是出兩場呢 接著又跑完就退役的啦 那麼相隔三年之後呢 他說這一隻這樣的吸制賽場客呢 今次再度跑回一班賽啊 雖然要背一百三十二磅的副榜不輕啦 但是陸爺就認為呢 對這隻馬仍然是抱有期望的 小弟都記得啦 這隻紅衣聖神曾經爆懶 差點產進來那一場呢 他都跑過第四的哈 我記得那場出馬都是不是很多的 那麼今次都是同一個情況 出馬亦都不多的 那麼羅富全就說 他說這隻馬早前在二月二十號 曾經贏了科士集嘛 他往往啊 都在士集中都是有好表現的 他說很滿意他可以保持到呢 近期的水準這樣說 他說這些是這隻馬紅衣聖神啦 希望在退役之前呢 可以盡量為馬主呢 是爭取多些獎金這樣說啦 小弟就記得啦 這隻這樣的紅衣聖神呢 那麼今季是跑過三將啦 那麼三將呢都是由啊 報民來到執疆的哦 蛤用到報民執疆的哦 那麼今天呢就找到啊田泰安啦 那麼記得啦 那麼上一季田泰安呢 仍然為這隻馬可以交到一圈三匹的哈 即是上季配啊田泰安搞一圈三匹啦 今季呢 就三將都是用啊報民呢 而未用過田泰安的 那麼三季裏面呢 他都從未跑過班祭賽的哈 全部都是跑group的 雖然今天強手仍然都是有啦 有七隻馬在那裡 那麼啊 線路也都是不簡單的哈 包括他師傅就已經一炮三響就三隻馬了哈 前 左 右 三隻 來 弄個品字形給大家探一下 羅夫泉 他徒弟再弄多兩隻在後面跟著一下 加上足足就搞了五隻啦 那麼另外就弄多一隻 澳洲幫的約翰摩亞大摩馬房的常錦恩哈 那麼唯一叫做一隻華人馬房而線路獨立的呢 就是那隻短途一千很厲害的歐遊戰士 那麼這場馬七隻馬呢 唉呀 線路影真是複雜啊 那麼就看看這隻紅衣醒神啦 羅富泉就說跑完今次呢 就在四月牟住那兩場級制賽 隨便再出多一次之後呢 就會退役的啦 今次回配上季交到一編三批的田泰安 那麼就記得啦 那隻黃蝦王有一次田泰安騎呢 就是被人家問話的嘛 蔡若翰說我撐你啊田雞 我相信你給口供沒有問題啊 那麼這次田雞呢 就那隻黃蝦王呢 就被莫雷拉拿了來騎啦 那麼田泰安就爬到一隻紅衣醒神那裡啊 那羅富泉同場呢 有一隻上次呢 就是贏到馬屋得跑的日日精彩啊 那麼這隻日日精彩上場跑的直路一千 第三級賽呢 就贏成幾多馬位啊 哎呀我都忘記了啦 兩個馬位 那次呢就贏兩個馬位不夠啦 贏人者全心呢 也是同場的常錦恩的 那羅富泉這兩隻就已經搞到你頭都痕了啦 那麼另外再加上他師傅那三隻呢 那麼各位師兄 投不投注這隻紅衣醒神呢 那當然是各位師兄就自己定奪啦 那講開又講啦 講到莫雷拉啊 小弟都報過啦 姚本輝就說莫雷拉有一個特異功能的哈 當然不是擲五條煙給大家探吓啦 那莫雷拉那個特別的功能呢 就是呢 說他一些馬呢 跑完之後再接手的呢 就會有奪出的表現啦 姚本輝有做這些數據的哈 那麼我小弟看到就跟大家分享過啦 那麼那隻精彩有利呢 那麼姚本輝選來騎了之後 啊 莫雷拉選來騎了之後呢 那麼 接手第二劑就贏了馬了 那麼至於隨意吃的就爆鬍啦 那麼騎完一劑之後呢 接手第二劑拉個眼罩上去呢 那就又贏馬了 那麼這次這隻爆鬍呢 又來出賽了 在3月8號星期日就出賽了 那麼莫雷拉現在的成績呢 就是在騎士的龍虎榜那裡 就82win就領先了 潘先生的七場頭馬 潘先生之前打咪的時候就說啦 哎呀 現在多了另外一個萬能插鬍嘛 這個巴西的萬能插鬍 是不是巴西又忘記了啦 這個莫雷拉的萬能插鬍呢 也是插勻這麼多個馬房的 我現在都很劣勢的 很難爭的 這樣的意思啦 那麼這次呢 就跑了六場四班 千六米草地啊 這次是他加配備的第二場來的哦 差不多長一場都剷進來的 他說貴內啊 跑了六劑啊 成績是一貫 兩亞兩貴 即是五次上名 在他的手上 莫雷拉那一貫 就是在莫雷拉手上拿回來的 那麼上次呢 就在拉肅的跨下呢 那麼就舔了同程的賽事哦 即是千四米啦 那麼莫雷拉接受波麥的時候就說啊 他說我前一次啊 騎到那隻爆鬍那裡啊 我就感覺到他呢 是沒斷的 貫注力不足 這麼說啊 雷神的專業意見呢 就認為他貫注力不夠啦 所以呢 就建議徐羽石呢 就為這隻馬呢 就套過眼罩上去哦 那麼套過眼罩的效果又是怎樣啊 雷文 那麼大家都有片看的啦 之前就被他扯去外蕩那裡吹的 不論是黎海榮啦 黎敬角啦 都是扯去外蕩衝的 那麼整天衝回來都生生來遲的 那麼這次呢 就上一次啊 那麼就配了莫雷拉之後呢 套了個眼罩呢 就找位攝啦 頂住在裡面 然後呢 慢慢逐步咬上一點點 就是不要大墮後啦 接著咬著個步速 找到個位一擠出來 那麼就衣時就贏了馬了 那麼那場馬小弟還記得呢 就是 爆鬍跑第一 軍炮跑第二 咦 接著那個皇帝賽就跑第三的 那麼 熱 楚行 徐宇石 丁冠豪三重賽 那麼他說 莫雷拉就說啦 剛剛那次啊 爆鬍啊 加了個配備之後啊 那有什麼效果啊 拉蘇 他說加完配備之後 那隻馬走來呢 是更加暢順的這樣說啊 他說贏馬的表現呢 是明顯有所進步啊 那如果 相信莫雷拉的就抹下他啦 是明顯呢 是有所進步的啊 莫雷拉就是這樣說啦 他說這次啊 這隻爆鬍啊 仍然跑在 在四班那裏跑呢 是相信仍然都可以交到好成績 這樣說啊 那剛才他都說說呢 相信這隻馬有力連接啊 那麼這裏呢 亦都是這樣說的 渴望取得連接啊 慶四班仍然都是有些著數這樣說啊 那麼各位投不投注這一隻這樣的爆鬍呢 那當然是各位師兄就自己定奪啦